难怪郭破鲁必须死 你看他长得像谁 黄蓉和郭靖都心知肚明 作为郭靖黄蓉的大女儿和二女儿 郭福和郭襄两位配角 也不断推动了神雕侠侣的剧情 先看郭福 这是一个刁蛮任性的女子 她的鲁莽与暴躁 害得杨过痛失一条手臂 郭福的自作聪明 也让小龙女身中冰破银针 进而使得小龙女体内的毒素 深入五脏六腑 为小龙女和杨过 分别16年埋下了伏笔 再看郭襄 郭襄一出生就引来了无数风波 前是金伦法王突袭襄阳城 黄蓉却在这个紧要关头 肚腹疼痛 差点被金伦法王生情 郭襄出生没多久 又引来了李莫愁和杨过的争抢 仗在强宝之中的小郭襄 甚至差点成了换取绝情单的筹码 郭襄16岁的那一年 他在封灵度 鼓誉了神雕大侠杨过 二人有了一场三天三夜的促膝长谈 惹得不少读者浮想联篇 只因小龙女失踪了16年之久 郭襄能否成功上位 成为杨过的第二任妻子 随后杨过在谷底找到了小龙女 郭襄却被金伦法王抓走 从而爆发了襄阳城大战 在书中的末尾 杨过带着小龙女缓缓走下华山 这一对饱受苦难的神仙眷侣 就此退出了这个纷纷扰扰的江湖世界 可就在杨过的身影渐行渐远之时 郭襄再也忍受不住 两行青泪从他秀美的脸上滑落 不得不承认 不过郭破鲁呢 他作为郭敬黄荣的独子 为何在神雕时代毫无存在感 就连在后续之作《以天屠龙记》里 郭破鲁也被金庸一笔带过 在《以天屠龙记》的原文里 金庸写道 郭大侠夫妇铸成一刀一剑之后 将宝刀授给儿子郭公破鲁 宝剑传给本派郭祖师 将以天剑传给郭襄很好理解 郭福暴躁鲁莽 郭敬黄荣心知肚明 又怎么会将以天剑传给他 而郭襄武学天赋极高 还是一个冰雪聪明之人 将以天剑传给郭襄合情合理 那郭敬黄荣夫妇 又为何将屠龙刀传给郭破鲁 通过金庸的设定来看 郭破鲁似乎要文不能要武不行 将屠龙刀传给郭破鲁 难道是因为郭破鲁是郭敬的毒死 这样的说法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可金庸也这样在《以天屠龙记》里写道 襄阳城破之日 郭大侠夫妇与郭公破鲁同时殉难 屠龙刀不知下落 郭祖师当时身在西川 但赶去想要相救父母亲人 却以为实不及 等于说郭敬黄荣将屠龙刀传给郭破鲁 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只因襄阳城破之后 郭破鲁并没有很好地保管屠龙刀 反而跟着郭敬黄荣一同战死 郭破鲁死后 那柄屠龙刀下落不明 数年之后 屠龙刀突然重出江湖 还在极短的时间内 更换了数人主人 惹得江湖纷争不止 仇杀不断 其实 只要弄清楚 郭破鲁向谁就能明白 金庸为何选定 郭破鲁作为屠龙刀的继承人了 那时 杨过二十岁 他从傻姑的言行举止上 猜到了生父杨康之死非同小可 认定是郭敬黄荣害死了杨康 为了抱得血海深仇 杨过来到襄阳城假装投靠郭敬 却在深夜之中 偷听到了郭敬与黄荣的对话 书中是这么写的 郭敬俯下头来 在爱妻脸上轻轻一吻 道 若是男孩 咱们叫他做郭破鲁 若是女孩呢 想了一会 摇头笑道 我想不出 你给取个名字吧 黄荣叹了口气 道 我好生盼望是个男孩 好让郭门有后 可见黄荣和郭敬 一直想生一个男孩 好让郭门有后 因此郭破鲁自出生后 黄荣和郭敬 竭尽所能的教导郭破鲁 希望他能成为一个有用之才 数年之后 郭破鲁成了一位 朝气蓬勃的少年 书中是这么写的 郭破鲁沉静庄重 大有富丰 郭破鲁那沉静庄重 不是和郭敬的稳重 极为相似吗 因此金庸会说 郭破鲁大有富丰 看到这里是不是有点理解 郭破鲁为何必须死了 只因郭破鲁像极了郭敬 要知道郭敬一身神功 他的降龙十八掌 郭破鲁仍是冲锋陷阵 奋勇杀敌 最终为国捐去 跟着郭敬黄荣 死在了襄阳城 金庸正式将郭破鲁的性格脾气 揣摩得极其细致入围 这才让郭破鲁保管了屠龙刀 随着郭破鲁的死于非命 流落江湖的屠龙刀 这才在武林中 刮起了一阵又一阵腥风血雨 反过来说 倘若郭破鲁不死 而是将屠龙刀 保管得妥妥当当 那就没了这一部 精彩绝伦的一天屠龙记了 我去带着郭破鲁的 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